嗨 哈囉 我們地面的新款呢 會介紹 兩款新的短靴 這短靴已經上了一陣子 但這一款呢 我今天會另外示範給你們看 因為它非常好打 它還有黑色 然後外面的這一層呢 近一看給你們看它是有點 偏防底皮的 它的裡面它這個很舒服 然後我本身的話很喜歡它的地方 是前面是做小房頭的 像它的後面的跟啊 先做這種 很好走 然後它的拉鍊是坐在後面的 很舒服 很軟 這個是我很喜歡陪 像秋冬的時候 我會穿直筒牛仔褲 直筒牛仔褲 它可以直接搭像這樣 瘦瘦靴 這個已經紅很久了 但是之前的瘦瘦靴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我遇到的版型都有點 太貼鞋型 腿型 就是你的腳的形狀 我覺得會有一點像挖鞋的感覺 我覺得沒那麼漂亮 可是這一次我找到這個瘦瘦靴 我很喜歡 它的前面這邊偏有點小圓尖 可是又有點小圓尖方 就是它前面的話是收緊的 有點旁邊是圓的 可是它中間整體形狀是方形的 所以不會像一般的瘦瘦靴 因為瘦瘦靴 它是真的很像腳的形狀 所以我覺得有點像挖鞋或是 襪子 穿在腳上 那如果你腳是偏寬的人 就會穿起來比較沒那麼修飾 但這個的話我覺得很修飾 之外呢它很輕很舒服 非常好搭 有黑色跟像這個 今年最流行的美拉格 已經結束到今年 那我今天有發一個新的影片 然後上面有絲巾的 是一種基本的帶法 就是幫法 可以給大家參考 秋冬開始今天 已經剛剛開始 感覺到有一點點涼的感覺 針織 就是要介紹的這個呢 是混黏加羊毛的 它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羊毛的%還蠻高的 那這一件呢 它還有出長袖 那版型我等一下會一起穿給大家看 它各自都有分顏色 非常好看 它寬鬆度也是 我很喜歡的有點慵懶的 完全正頭那麼老前鋒 一定會每年會買的這種針織 那材質也很好 所以大家喜歡的話 今天我是這兩款 就是長袖的這個 五分袖的 是我最最推薦 拜託大家一定要帶一件 因為非常舒服 然後它有一點保暖度 像這種有點涼的 裡面可以再疊加 外面也可以再穿 那我今天穿我身上這個 駝色粉 配我的新的這個 上座的皮褲 OK 像這個最簡單的這種針織 我都一定會配什麼 絲巾啊 皮帶啊 隨便 飾品啊 毛衣臉 都可以再互相疊搭 看起來就會 比較整體豐富度很高 那我今天今天 我今天會先搭絲巾的部分 那我現在視頻呢 這個 我最常用的 如果你 衣服很簡單 就拜託大家 就是 會很推薦大家 配一些小視頻 然後去讓它看起來 整體看起來 會再豐富一些些 然後往後退 你們可以看整體的搭配 好 很簡單的這種絲巾 這條絲巾呢 之前還沒有介紹過 這個 它是不規則的 然後是絲巾的 它的花紋是真的很棒 很簡單花紋 我很喜歡 它很輕 它可以一點點打亮臉風 你這個隨便綁都很好看 因為它是自己有點不規則型的 很簡單 很簡單 那你要砸一點點 露出鋪頭 也都可以 這個 太陽眼鏡 這個是新的 你拿到的時候就會知道 這一支鼻子 我們熟到的太陽眼鏡 還要更亮再重一點 然後它的一些五金的地方 還有鏡框 它都會比較精緻一點點 可以看它 很漂亮 然後它這個 復古的形狀 有線型 戴起來就是 我會 就是會 跟著你的臉部的線條 因為臉部跟我一樣 有點不流暢的朋友 這支也很推薦 然後 然後我繼續往下介紹 然後之後呢 我下週 會有一個新款呢 我配在今天 一起給大家 這個 蜂衣 這一組我先配這個蜂衣給你們看 然後待會我用同樣的針織 配新款的短褲給你們看 這個 其實 很簡單 配一個小小的配件 好 這有點涼了 然後搭配就是 很髮濕 因為完全不會退流性 然後會 感覺這邊比較修長的感覺 ok 這種小絲巾可以搭 然後把它自己搭配 然後搭配這個新款 這個 斜紋的這個 短褲 這個 它是毛泥的 毛泥的它後面還有做這個 鬆緊帶 所以不用難心腰尾 但這一款真的偏小 我本身穿M的話 我真的覺得還蠻 就是很剛好的感覺 所以這個尺寸啊 它完全偏小 所以你平常拿Ace的朋友 這款就是直接一定要拿M 因為它是做很高腰的 然後做短褲 很好看 然後它是用inline的 有一點inline的感覺 然後你看它的斜紋布 也做得蠻精緻的 ok 把它配一整組 顏色的話下面這個淺一點點 那我覺得配起來也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是今天這樣子 配一整組給你們看一下 可以自己分開搭配 然後這個外套也是 這外套我最近狂主打的原因 是因為它這個穿起來真的蠻瘦的 可是它版型真的偏小 跟這個一樣 就是這一組 都是必須要直接往上拿一個尺寸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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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針織很優秀 我很喜歡 然後呢這個地方 褲子的地方 鬆緊的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種很漂亮的鮮紋布毛鳴的 好 這個我就簡單扎一下 那你可以帶自己的小飾品 短戀長戀都可以 像這種簡單的毛鷹 這種針織啊 還毛鷹 真的很推薦大家買一個 簡單的 要嘛鎖骨 要嘛長的毛鷹戀 都很適合 這個地方也會有一點黏 這個地方也會有一點黏 它做的這個地方很挺 它沒有另外有做那個 墊尖 可是它很挺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地方布料 你看看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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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新華的眼鏡 這個 它是細框的 金框 這個 高知識分子 風格 所以 挑了一個這個 然後你們可以配自己的度數 然後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配藍光的 自己配藍光 我就是上班的時候這個 有時候 看電腦多的時候 我就可以使用 很輕 然後這個系列跟剛剛的毛鷹一樣 它是全新系列的 長長 那它的五巾 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它整個細節度 都還蠻高的 然後旁邊的這個銀色 銀框的地方 也很細緻 好的 然後 再來 這個 我裡面的這款 它是V-0的五分袖 然後這個呢 就是新款的V-0的長袖 就是這兩款我覺得很需要背起來的原因 就是真的太好搭 因為你會依照今天的天氣還有衣服去搭配 那長袖的話 這個地方會再寬鬆一點的感覺 因為它長度也比較長一些 然後我配一個這個 賣封掉的這個裙子 我一直都沒有什麼機會介紹它 然後就 直播一次 但是它後面就是 一直在等 一直缺貨 一直等 然後我就是一直趕來 一直進來 進了先貨 一直不斷的賣掉 這個是 我的這個裙子的 白折裙 這款式的灰色 還有附皮帶 然後我配兩配一起給大家看 我會知道 這些好看 在我身邊的衣服 會測那就 在我們身邊的衣服 剛剛這個 我可以移動 真的 這樣簡單的V-min整治 看起來就是很舒服 微鬆 下面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鬆一點 我這樣直接踏 這個是In-Line的 那個長裙是In-Line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後面還有做一個這個 鬆緊帶的地方 非常舒服非常穿 然後它這個地方的打折也很漂亮 它應該有三種顏色 之前試穿的應該是卡吉色 那這次試穿灰色也是很受歡迎 所以大家看你自己的版型跟平常搭的款式衣服 那這款的話我幫你試 和聲的鬆的這一款長裙都很適合 非常好搭 然後我這樣後面是鬆緊帶 然後有附皮帶 那我先把這個砸進去 然後試用皮帶給你們看 先把這個砸進去 OK 最後把這個砸進去 因為你把這個砸進去 現在是讓我怕一些 然後用皮筋變成 後才把這個砸進去 要記住 有一些時 那你給我一些 然後把這個刀子 然後就搭拾一下 這個砸進去 這款呢 它附的這個是黑色的配銀扣 然後第二個地方 是有口袋的 黑色就更適合帶銀色眼鏡 水度也很漂亮 很簡單搭配都可以 然後現在呢 這一款灰色的 因為灰色很好搭 但我還是想要讓你們 搭一個不同的感覺給你們看 我會搭酒紅色安可哈紅的 這款寬褲 你看 這款寬褲 原來像這種寬褲 基本上 四季 一年四季都會穿得到 那我配這安可哈紅給你們看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有運動 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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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一年四季 這個 看它紅很漂亮 它是有點帶紫色的 紫調的一個紅色 很美 那你今天也好怕就是 因為很紅 所以我一直搭配 那因為大家最害怕的是什麼 就是搭配的顏色 買這個單品回來會不會不好搭配 完全不用擔心 我之前就介紹過 暗卡紅 米色 卡其色 灰色 黑色都很好搭 然後如果你很感到的話 其實那個像單銀色 這樣混搭也很漂亮 我之前只要點到這個褲子的連結裡頭 我裡面都會有介紹每一個顏色穿搭的方式 然後呢 我剛剛穿的是比較另一頂 然後這個的話我就配小白鞋 然後配西裝褲 我比較帥輕一些 然後你可以自己搭配自己想要的感覺 去混搭 然後我們想要再帥輕一點點 還可以搭配自己的棒球帽 也OK 像這種 同色系的可以混搭 然後 配上 簡單的 絲巾啊 披肩啊 還有之前我們說的這種皮外套 簡單的 西裝外套都OK 那你要整個混搭的話 像這一套 我覺得蠻適合配新的西裝外套 然後有帽子那一款 然後我今天要配給大家試 像披肩式的 然後上樓已經介紹給大家 這一款呢 因為它真的夠厚 我真的很喜歡 雖然現在穿都還太熱 但是這個啊 我保證你們冬天會非常愛它 因為大家就是 搭配上 我覺得在 平常通勤上面 其實 你就是一件風衣 然後 正常的毛衣外套在冬天 然後我都會在 披上外套 披上這一件 就很好用的 我覺得 非常好用的這種 披肩式的 然後你還可以自己 你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可以披 就是非常漂亮 因為它真的很好看 所以 它的格紋也是很漂亮的格紋 然後做不同的 顏色區隔 我覺得這件也是我會必買的商品 因為它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OK 基本上的那種針織搭配 大家應該都不用太擔心 好 最後一件 剛才是新的這個 新的襯衫 然後我配衣褲給大家 那這個襯衫呢 是冬天新處 這種單領比較厚一點點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材質 它是有點厚度的 然後它是做指紋 可是你細看它其實有點微小強風 它是用那種蜜汁的 就是指紋縫線 去製造指紋的效果 那它是丹寧的襯衫 那我配一種皮膚褲 然後配長靴 然後我打開眼看 洪水 這邊的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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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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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性感 感谢观看 感性感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外面 幾口褲可以 然後你可以把它當這個披肩 這個 這件的話就是比較簡靈感 然後會蠟一些鞋 那如果你真的裡面想要 其實有點害羞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配黑色的那大褲 然後加靴子 然後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搭配 或加絲襪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 像這個靴子 你如果最近覺得還有一點點空白的話 可以配長一點點的襪子 對 OK 然後它這個搭配以上的話 我覺得很豐富 在這一組呢 如果喜歡的話 真的不想等的朋友 下週會到新過十件 喜歡的朋友 要趕快 就是網路上 明天 應該是 明天晚上十點前 就會全部上架 喜歡的朋友 要直接趕快訂 因為它這一組真的是變化很多 然後功能性很多 三件全部可以拆開 你這個也可以直接 搭配別的商品 比如說洋裝啊 長裙 你可以當披肩也可以 那我就穿這個給你們看 那種秋冬的 有一點點髮胺格紋的感覺 那它不會很厚 我們這種天氣穿都還滿OK 然後冷的朋友 這個啊 因為它是有點微鬆的 應該是加個打底包 但是也OK 那裡面可以穿光腿的 那種光臺神器 就是我們去年賣飯也好 今年也會一起再去賣下去 然後喜歡的朋友 到那個 勾車裡面也都有 這一款呢 基本上應該是我們未來 這兩個月 會賣得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今年秋冬 因為它是三件套組 那這三件套組 那這三件套組 它很可愛的地方 其實它有幫你配好 然後全部是同色系的 然後是大V0的針織 你全部都可以拆開 然後還有版型非常顯瘦的 針織長褲 陸地裤 然後這個配的是 同樣的顏色的這個 針織背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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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針織套組 褲長對我來講有點偏長 但是呢 我有稍微折一下 但這個我不會把它改掉 因為 我覺得褲長來講 就是穿起來 有時候搭配鞋子 我想要留個長度在 所以高客人的朋友不用擔心 這個 可以看到 我這個地方 都還有一點空間 然後它的那個 上面的尺寸我都會放好 讓你參考 這些呢 就是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地方的人 朋友 這個穿起來真的非常顯瘦 然後這個 大命令 非常非常顯瘦 很美 然後你這種真的 比較冷的時候 它這個針織的 然後配上龍皮肩 好美 這個 Filling針織這種套裝啊 真的必備 就是我冬天的 這個 上班通勤超級方便 然後 功能性 它全部都可以拆開 再來是這個 一樣是灰色的 這個 這個系列呢 因為我要拿來做 格勒會的系列 我也想要拍給大家 所以我挑灰色 但其他的 有別的顏色 像這個也有黑色 那這個也是 它這個針織呢 我非常喜歡 因為一樣都是針織版型 可是它這個穿起來完全不同 然後它配的是 這個 裙子 而且它不會很貼 它佩服的地方 非常有空間 所以完全不用難行 重點是超級無敵顯瘦的 很好看 而且看起來就是 很有氣質 然後這個呢 如果你推薦到時候 真的很冷的時候 你還可以 撕襪 或是一些 比較厚的襪子 都可以 然後配長靴啊 配短靴 都很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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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介紹這個 它就是那種開閃式的 全部都可以打開 然後這個地方是做假的 用金扣式的針織 這個這種就不用說 這一定超好搭的 然後很舒服 我幫你們試過 舒服 細針織 然後有點微快鬆 然後你要就是把這個拆開 扎進去也都很好看 那我現在讓大家看一下裙子 裙子這個地方 這個彈性 完全不用擔心 然後它也有粉尺寸 所以就是拿自己的尺寸就可以了 非常好用 然後我現在大家就是樂服鞋給大家看 很簡鈴 然後又很舒服 然後又保暖 簡鈴舒服保暖顯瘦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你就是 平常全部分開都可以穿搭 像這種針織 你可以配襯衫啊 然後蜜桃龍的襯衫也可以 然後針織 混搭 也OK 那如果像針織下半身的話 我自己還有時候也會配皮外套 就是你搬搭 然後裡面也可以配那種簡單的針織或T恤 然後配皮外套也OK 然後這個 往後退染它 好大 然後很輕鬆 完全沒有煩惱 就是可以直接出去 出門 就會很簡單 很方便 然後做底下也蠻輕鬆的 然後你如果想要自己混搭 像這個針織也可以直接配你的西裝褲 全灰也可以 黑色也可以 然後像這個灰色 我很推薦配今年紅的這個暗卡拉紅 也OK 都OK 也是可以的 很簡單的搭配 都很方便 我先搭配這個簡單的外套 這個是很可愛的那種QQ毛的那種 蠻厚的一個外套 這個就是真的冷的時候穿搭 你看這個有帽子 因為很可愛 我就一起介紹給大家 然後我搭配黑色褲子給你們看 這個外套很可愛 它是有帽子的 然後它是真的蠻保暖的 所以我現在穿的 是蠻會有一點點熱 然後它的材質 但是它非常可愛 就是熊肉包的那種外套 QQ毛 這種 它真的是會有一點保暖 那你自己混搭的OK 我現在配這種黑色牛仔褲 最經典的 然後跟樂部寫給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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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就是窗外管 這一款呢 就很可愛的地方是 它這裡我之前介紹過 它是蜜桃螺的蜜柔材質 然後它現在穿也不會熱 它真的完全不會熱 所以不用擔心很舒服很輕 這是我帶去日本穿非常舒服 然後它有黑色 然後這顏色很漂亮 那我現在會搭配這個牛仔褲 那這個是牛仔褲已經穿得滿多次的 所以我等一下再給混搭 混搭的時間給你們看 很多次的毛鋪 其實可以放置好 所以我把它放入 那這個毛鋪 然後再給我一片 之後再給我一個毛鋪 要給我一片 之後再給我一個毛鋪 再給我一片 再給我一片 我一片 那這個毛鋪 還給我一個毛鋪 那這個毛鋪 我換了一點黑色的內閘在裡頭 可以一樣襯出這個顏色 很美 這個皮膚看起來會比較有氣色的感覺 所以真的很推薦可以試試看這個顏色的襯衫 那我先往後推讓我們看一下 很簡單 對著 對著 然後你就著著著著 把那個收起來 掰掰 你就是可以直接放著 然後因為我等一下要配靴子 然後我想要有個過度色 就是會有一個咖啡跟黑 然後這個酒紅在裡頭 所以這個襯衫 可以稍微打開一點點 讓你看一下整體感 這個 這個非常舒服 很好做 喜歡的朋友這個 冬天可以試試看 那我保養方式很簡單 我就直接噴防水 噴我 因為它是防脊皮 不是真的脊皮 所以很好保養 就用乾淨的布擦一擦就可以了 然後我往後推讓你們看 很簡單的襯衫 好大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它這個 直筒褲 它會有一點空間 旁邊會空空的 然後配到我配瘦瘦瘦瘦 因為它的腳外地方 是收起來的 然後我再試這個 給你們看 新款長靴 這個短靴 這個短靴呢 版型好之外 這個我都已經 這個美女我都必出 那今年我想要找的是 比較可愛的 感覺 大家會發現這邊會有一點點 是少柔毛 它底部也都是柔毛的 所以會屬於比較東靴的感覺 但這個呢 版型跟重量 我都覺得還蠻滿意 它是有一個重量仔 但是它算是這種重量 比較輕的 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現在穿這個 換上皮褲 然後一樣配這個襯衫給你們看 讓你們看一下 短靴配起來的感覺 因為它這個穿起來很顯瘦之外呢 我覺得很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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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短褲 然後配這個襯衫 然後往旁邊看這個是平短褲 然後配長靴 比較短靴 這雙很可愛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細節 我把它塗一下給你看 它非常的流線型 跟這個地方 它做的蠻小的 就像那種穿透巨蟹 頭會比較大一點 它看起來是很顯瘦的 然後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後面 它是收進來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它這個 穿起來就是特別顯瘦 然後做的也是很可愛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毛茸茸的 很舒服 然後這個款式呢 它的版型的底部 也是有做防滑的 所以我覺得很好穿 然後我往後看 好明天之後都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 好 謝謝你們 請到這裡 安 然後 谢谢大家